心里说不出来一种感觉 李姐从乌兰差不多七八十公里 开着车过来 给我送这些东西的 就是刚才看着我直播过来 我心里真的特别的感动 这一路 你看看这边大车这么多也全是土 李姐你看你现在不忙 也挺忙的 是吗 谢谢你李姐 我心里我都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好像就是 特别 心里好像有那种痛 使着我去关注着你 谢谢 我说那个谁那个龙哥头部那个连星河了 他说他都连星河了 我说我去找他去 我说你去吧 去给他送点吃的 我说不用拿太多 就够多吃点 全是 拿着那个走 那里面再过来 好理解 他好心 七八十公里都往这儿跑过送东西来 送了那么多东西 不惦记得对吗 没事 我身体挺好的 你不用惦记 不用 我没别的事 就是糖糕 就是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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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对 就是买点姜糖药就得了 没事你们不用惦记 换一下 你们不用惦记我 这离间都当回事了 我都不惦记不惦记 这离间惦记没痴你知道吗 我就血糖糕买点姜糖药就好了 啊 离间 你 你 你往下走吧 我先走吧 我先走那个 走到那个玉米专线那块 我要往那个 我要往北魂 北魂修路你是吧 北魂不是修路你 那边那有的 有的小八字山 那个上坡你推动 推不动啊 对对对 像他们说的你背目的 然后你都在背小脑 就挣不着过去 行行 理姐 我想那天不 他们在区域都 给那个 嗯 去把李说 他说那个 理姐给拿着月饼 拿着水果 又拿着鸡肉的 拿不了了理姐 不用了 可不用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说的 内裤 什么 哎呀 谢谢 谢谢 那 那你走吧 走吧 李姐 往前走着 好嘞好嘞 这是 今天 李姐送的鸡 李姐送了一个鸡 送了 月饼 送了 就是 还有苹果 好多 它主要是 从基宁开了 七八十公里 我今天想说啥呢 今天我走了 二十二公里 真的好累好累 因为这个车坏了 我想说 我在家里 每天都酗酒 因为失败了 神经失败了 赔了好几千万 所有人都说 我出来装苦诉苦 我原来听到这个话 很难听 很结束不了 但是现在我真的 我曾经在最难的时候 我结束过自己的生命 我这次也是很郁闷很郁闷的 才走出来的 但是出来之后 这一路开始 从 微厂遇到阿勇 然后到 遇到李哥 然后再遇到李姐 还有好多好多 在路上 遇到你 所以 让我知道 什么才叫真正的 就是说生活 我绝对会完成我的使命 把我的梦想完成 绝对不会让大家 失望 我也不想让大家替我担心 我真的没事 我真的挺好 希望这两月来越圆 希望每一家都是团团圆圆 谢谢 谢谢我一路的遇见 谢谢 我并不是说给这个鸡做广告啊 这个就是桌子鸡吧 桌子哪块 我还都不知道请出这个地方 但我就是 说我自己啊 就说我这么多年 我吃过无数的鸡啊 但我就感觉这个鸡是最好吃的 不是说因为就是 理解的就是那个 这个心情在这里面 那他们也有关 而这个鸡确实好吃 真的 我第一次吃过这个 我觉得最好吃的鸡吧 真的挺好吃的 昨天往台湾都没看见 这是理解啊 这是应该理解 他们自己做的吗 看到吗 这是叫什么 大卫视健康内裤 哎呀 这是真是感谢 这都想到了 还有这个 这是羊肉干 哪这么多 我知道了 这个在 煮奶茶的时候 可以放点 而且这理解想的太周到了 啥都不说了 努力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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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